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人民銀行就宣佈了 將會試行新的監管規定 日後所有大額的資金存取 必須要向監管部門進行登記 有網民就形容 這個是等同於開經濟倒車 中國人民銀行印發了一份 關於開展大額現金管理試點的通知 到底實行的時間是何時呢 河北省將會在今年7月開始試點 而浙江省和深圳市將會在今年10月開始試點 到底何謂大額的資金存取呢 根據這份央行文件所說 公帳戶 即是公司戶口或機構戶口等等 就是50萬 至於私人戶口 河北省限10萬 深圳市20萬 浙江省30萬 實情就將那條監管線定到很低的了 當然有些人就會說 那你只要10萬元 我每次拿99999 螞蟻搬家就可以了 你以有張樑計 中共就有過場梯 所謂度高一尺 摩高一丈 這份文件內 亦都說明了 今次這個規定 既監測單不超過起點金額的交易 也都監測 多不累計超過起點金額的交易 即是說你今天有本事拿5條9 明天你再多拿1元 就需要進行登記了 換言之 你拿來拿去 最多5條9 所以這個漏洞 一早就被中共倒截了 實情 官方宣稱究竟搞這件事 目標是什麼呢? 很偉大的 就說要加強大額現金流通使用情況的分析和訊息共享 規範大額現金使用 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大額現金交易監測系統 優化現金流通環境 截約社會資源 壓制利用大額現金進行違法犯罪 維護經濟金融秩序 總之說一大堆目標給你聽 全部都是假大空的東西 實際他想點大家心知肚明 當然在這份規定裏頭 亦說明了一件事 就說不會影響個人企業 特別是個體工商戶的正常合理用演需要 其實每當大陸推出一些新的規則 法律的時候 往往都是這樣跟你說 說沒有影響的 沒有事的 沒有事的 國安法沒有事的 那信不信呢? 你自己去判斷 那當這個規則真的落實的時候 就可以預期 資金流動將會受到進一步的限制 雖然在這份文件裏面 就沒有說明 說登記了以後 銀行是有權否決你的提款 但是當它要落實一個新的監管制度的時候 當你說個人戶口要拿10萬元都要登記的時候 到底到時還可不可以日日去拿 日日去登記呢? 而且還要向它說明原因 換言之 銀行就已經有一個權在手上 它批准你 你便可以拿錢走 如果它不批准你 就不行了 如果它說你的原因是 說服不了它 或者是不符合的要求 就拿不到 所以難怪大陸的網民就會說 這個行為等同於向中產和基層割韭菜 現在呢 向那些富豪 向那些大戶割完以後 就輪到下層了 那什麼叫割韭菜呢? 其實就是在金融市場裡的術語 來的 韭菜來說就是非常粗生的 只要你那把刀不要割到根部 不要傷到根部的話 基本上割完很快就會飆上來 這個寓意是什麼呢? 就是在股票市場裡 那些金融大戶 炒起了市之後 就等那些散戶趨之若 去入市 一入市的時候 在高位入市 然後就大戶散貨 這樣就為之割那些散戶的韭菜 就是這樣來的 後來就引伸到不同的情況 反正對於散戶 對於一般民眾不利的 都會被形容為割韭菜 如今就是 割那些基層下層的韭菜 所以被形容為 實情這一個也是在開經濟倒車 對不對? 有什麼可能 當你那個所謂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 接近那時候 九二年的時候開始說 去討論 到底所謂是聖資還是聖社呢? 後來鄧小平的拍板說 仍然是聖社的 只不過 社會主義有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 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就是在搞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但是 大家都知道 等同於一國兩制一樣 構想就是非常之宏偉 但一實踐起來的時候 能不能做到呢?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其實有不少的外國學者都說 根本上就是國家資本主義 但是 資本主義呢 當你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政治上不改革 對於政權來說 都存在著一個很大的不穩定性 好了 現在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似乎走走走走走 又想走回頭了 不單止是說 大額的存取是需要登記的 而且大家可以查一下大陸的新聞稿 有一件事就叫公銷寫 自從這個疫情爆發以來 很多的新聞稿就像雨後春筍一樣寫出來 就是要來鼓吹 還讚公銷寫的效用 很多篇都是這樣寫的 比如說公銷寫 就是積極發揮得到行業優勢 補供應 穩物價 為民生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物資供應工作 保障群眾生活必需品 供給充足 價格穩定 很多篇都是這樣寫的 說的是不同地方的公銷寫 都有這種效益 那公銷寫實情是什麼 是計劃經濟之下的產物 在大陸以前買東西 就是要用糧票、飯、肉票、米票 全部都是配給制的 公銷寫就是當時計劃經濟之下的 一個重要的產物 就是由國家壟斷的商店 如果現在又搞這個公銷寫的時候 豈不是在經濟路線上等同於走回頭 所以難怪大陸的人經常說 那些資產放在大陸的時候 其實都是紙上資產 一天你搬不走 轉移不到去國外的話 基本上就只有體字 這個說法不無道理 其實從這個規定也看到 大陸任何一個城市或者自貿區 是難以取代香港的地位 只要香港仍然是實施一個自由港的制度 仍然是實施資金自由流通 基本上你就取代不了 因為你不僅有外匯管制 現在還搞了一套 說在銀行提傳都要登記 基本上這些規則 就是不利於營商環境 當然如果再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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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資金自由流通有沒有 資訊自由流通有沒有的時候 就是徹底搞落 當然如果還未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大陸仍然取代不了香港的地位 這是必然的 但是大陸一搞這個所謂 港版國安法的時候 難免令到有些國際投資者會擔心 會不會將大陸那套 連金融制度都搬來香港 很難說的 大家看看這個所謂試點計劃 連十萬元以上的存取都要登記 如果有些人去賣樓賣股票 遠遠就不止這個數 如果他真的要拿錢走 那麼他要拿多少次 要登記多少次呢 還是根本上讓他成功套現也好 基本上就是拿不走 可能他不會批准 而且大家也不知道 究竟美國將會對香港 進行什麼制裁措施 在金融上 還未曾說 這個地方仍然是留白 他有很多空間去操作 陳茂波今天出席了商臺的節目 他又去炮浪頭 他說什麼呢 美國真的有權限制香港銀行 採取美元結算 但是他就強調 香港是全球第三大的美元結算中心 服務著大量亞洲時區的跨國機構 而且金融中心之間的互相連結 一旦香港市場的任何動盪 美國都定必會受到影響 也會動搖到其他持有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的投資者信心 其實陳茂波的這種說法 跟大陸的幹部差不多 又是說所謂的合則兩利 鬥則俱傷 但是當美國真的走到這一步 要走去從金融上制裁香港的時候 他必定會作出通盤的考慮 包括當他施行制裁措施的時候 所對於美國市場的反彈 他一定會計算在這裏 如果他計算過 他根本上是可以承擔得起的 那到時你香港有什麼應對辦法呢? 還是站在這裏任人砌任人制裁呢? 似乎沒有說 後者居多了 另外他還提到 在近日市場也沒有資金外流的情況 反而有近五百億的港元流入 呼籲市場不需要過於憂慮 但是也有些消息說 為何會有這麼多資金流入 就是因為有些大岳在儲存港元 遲些就沽空 我本人也是相信 如果純粹以大岳的力量 今時今日是很難衝擊得到的 這是我覺得是事實 我就不會說 現在金管局的外匯儲備已經搬走了 第一就是因為沒有事實根據 我就無謂去說 當然這樣說出來的時候 就會很juicy 是會很吸引得到聽眾的點擊 但沒有根沒有具的東西 我不喜歡說 第二就是因為春光水暖的鴨線支 如果有些這樣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那些大岳肯定就好像 像聞到血的鯊魚一樣 就過來吃 現在只有一個cow base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搬走 七七八八 索羅斯也回來 走來吃 那些大岳一定是不會放過的 故此我又不認為 那些外匯儲備已經沒有了 但是 如果美國政府都出手的時候 當他對香港進行一些金融上的制裁措施的時候 那就很難說了 你頂不頂得信呢 單靠大岳的力量當然是未必得 但是你陳茂波和金管局 不如出來又解釋一下 如果美國政府真的用那些所謂金融核選項的時候 你香港頂不頂得信呢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